到了赛行总监Yellow来联系一下 哈喽 耶豪 你好 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苏州KSG的Yellow 我们知道今天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咱们队伍是确定了白者左 在台下看完一整场 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也比较仰望起座 就是因为最后一把 就前面先赢了两把 然后中间有两把没拿下 最后一把其实大家也看到优势比较大 但是最后没有赢之前 我们也在下面也不觉得说一定能赢 最后可能被翻盘了之后 觉得还是有点失落 是 其实我们在看苏州KSG的比赛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被精彩的操作圈粉 但是总给大家一种 就是我本可以但老差一点的那种感觉 您会有这种感受吗 也会有一点 这种问题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是有出现的吗 然后咱们教练团队是怎么进行相关的调整的呢 就是我们自己也去思考过这个问题 就是可能团队总的来说 我觉得虽然现在比较有冲劲 然后也在进步 但是临场的话可能不管是在大家BP的一个整备上 大家的频率的沟通上 还有大家在一局内的一些稳定性上 我觉得可能都需要加强吧 因为很多东西就像特别是到了S组之后 其实我们在比赛当中 很多地方也是通过跟对手的一些对抗 然后慢慢的让队伍去成长 包括您提到了说来到S组之后 其实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吗 但是现在的这个队伍的状态呢 感觉跟每一个S组队伍都有的打 但是确实离那个胜利的临门一脚 稍微差了那一点 所以你觉得队伍现在算是逐渐融入到了S组 这样的这种氛围当中了吗 我觉得整体的状态跟S组打的话 是我觉得可以较量的 但是就是说在有些地方 我觉得我们还要做好吧 那方面举例强调说 哪些地方可能真的要着重去做一做改变和突破的 就像刚才说的 就是不管是我们赛训组之间的配合 还是选手之间在场上的发挥和一些领场的经验 就很多东西大家平时也会去说也会去聊 但是到了领场的话 可能很多东西它是大家可能要有那个画面去感受过 才能积累这样的一些经验的 我觉得像这一轮的S组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也特别好 对我们来说也是我们团队内部可能也把遇到的一些问题 一些遇到的一些临场出现的一些问题 然后在下一次比赛当中就不要再去犯了 都是宝贵的经验 包括其实我觉得蛮多观众会对队伍的很多的选择是蛮吸粉的 但是聊到说今天选择的这个貂蝉 确实感觉使用出来会比较难打 当时看到这套阵容的时候 是场下在训练的时候经常会使用到的 因为我看好像此前的BP也经常会点到这个英雄 之前训练赛我们偶尔是会练这个英雄的 所以后续在接球赛也有可能会看到是吗 对只要教练选择了 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大家都会去相信他的临场BP 但是就是说可能大家会对我们的有些英雄选择有疑问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它很多时候 它不是说一个单点英雄的一个选择的问题 可能是整体的一个套BP下来 在这个中间大家要怎么再做好更充足的准备 可能也是我们需要和主教练在台下去做沟通的时候 我们慢慢通过一些试错一些问题 然后慢慢把它解决掉 这个东西他只要选了我们就相信他 但是后面的话我们内部会自己讨论出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也希望你们能够在台下和台上也做好更多的准备 在后续的比赛当中不要留遗憾了 好 再见 感谢 好 谢谢 你看他刚刚聊到说 关于台上台下其实是两种模式 对于台下他们来讲 这一次是积累经验 对于台上就是无条件的相信 选手和教练的临场的感觉 对吧 我觉得这是没问题的 因为大黄作为一个这么多届过来的老教练 李老师也跟他们相处比较久了 其实这样的苏州开戏 你觉得这几乎赛你会有更多的期待 会有 我觉得氛围反正是蛮好的 其实他们我觉得融入了S组 其实他们跟S组都能磕磕碰碰一下 都能切磕一下没问题 而且其实他们这种敢于尝试的一些东西 我是认为其实在BO7里它不是一件坏事 对 其实BO5你看不出来什么 但是你如果是BO7的话 你整一些一个骑兵 有可能有特殊效果 就我们事情分两种 首先BO7它对英雄吃要求更高 但是我觉得就是对于一只 对我来讲 如果说像英凯问的 他们没有能力融入S组 我觉得那这个事情就是件坏事 但如果在你有能力融入S组的时候 就这么说吧 就是手里有剑 手里没剑和有剑不用 是两个概念 就是我有这些东西 使用它的能力 但是我不需要 我可以用我常规的方式 去打出这个组别的水平 然后在我需要的时候 我把它掏出来作为一个骑兵 这个是很棒的 就是藏起于身 待时而动 等一个机会 对不对 但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能力 你需要的时候套不出来 或者说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那就很麻烦 但他们现在其实是有 我觉得有去用 是自己的真实水平 去跟S组打的能力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还蛮期待 他们GEO赛的表现的 对于今天的GK 因为今天的GK一开始 让大家感受到的是 好像有点提不起劲 但真的很神奇的是 到了6点 GK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么多年看下来了 包括从他们那个时候 让三追四开始 我觉得是个调节能力很快的队伍 这个队伍 你没有办法去给他什么建议 我真的觉得 你不需要去给他什么建议 因为其实所有的人 都没有他们自己了解自己 他们一直以来遇到的问题 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状态的问题 就是他们自己调不调整好 就不需要有人去告诉他们 你该怎么做 或者你有什么建议 就他们状态时候 状态好的时候 如果能够调整好 其实是能够在 整个GEO赛 我觉得是能够走得很远的 你说他就冲你总决赛 对 没有问题 没问题 你说他真的出什么问题 需要别人告诉他 他出什么问题吗 这个队 这五个人打了这么久了 你需要别人去告诉他 出什么问题 已经磨合了 已经很有默契了 对 这个没有意义 对 那我今天也连线采访到了 清风小杜 好久没有采访 来联系一下 哈喽 清风你好 跟观众们们打个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佛兰第二季 GZ清风 好 首先恭喜你们 让二追三成功 再次达成了这样的一个成就 现在是一种什么感受呢 跟大家分享你的心情吧 现在的感受的话 就比较开心嘛 因为让二追三嘛 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两个队伍关系 一直很好嘛 赛前海报 大家也有一波互动 毕竟是古早的小区三兄弟 所以在今天这场比赛开始之前 跟他们交手 会有更多的期待吗 跟他们交手很有期待 今天又想着说 特地去照顾我 或者说在哪个点上 给予针对吗 我们就放平常心 当然现在才打就行了 今天其实看到了你们 这个沟通镇定的一方面 就是比如说 最后一局这个抢龙的时刻 当时听语音里面 好像阿改给了你更多的信心 能跟大家说一下 当时你自己的心理活动吗 就是阿改是主位嘛 当时我们就说 说让去打人 然后阿改说打龙 然后我就选择了打龙 所以也就是因为 平时大家的这个摸合比较多 你无条件的信服他 达成了一个这样 比较良好的结果 我们知道其实今天 在前面两局比赛的时候 好像队伍的状态 并没有调整到 比较好的阶段 你自己包括队伍里的沟通 气氛会因此而产生改变吗 不会吧 因为我们输了之后 就会说放平均带 打就完了 所以其实大家都觉得 外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点 一到六点 就是电风赛时间了 然后大家的状态都不一样了 后面的三局你们是带着一种 什么样的感觉的去进行比赛的 就带着能一把 是一把的心态 反而把心态放下来会好很多 我们在对局当中看到了很多 有意思的地方 比如说对手使用到貂蝉之后 因为你要中路队位 当时你的想法是什么 觉得会比较好处理这个点吗 当时就觉得他们阵容守不住野区 就觉得进他们的野区 他们根本守不住 所以整体来讲 你自己是非常有信心的 面对这种情况 对 我们知道因为本赛季 已经临近季后赛了 好像队伍里面 包括粉丝朋友比较关心的是 这个佛山第二季 可以有一点小波动 你自己如何看待 目前的这种波动呢 主要是沟通方面问题出的比较大 就要调整一下沟通问题 然后多听指挥 多听队友沟通 我觉得你们的第一步 已经先把问题找到了 后面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的 包括今天就是在指挥和沟通方面 完成了一个让二追三的方法 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住 继续加油 好 感谢清风 再见 再见 你看其实他们还是比较有调理的 就是面对比赛的态度 包括后续的调整的方向 自己已经比较有一个清晰的规划 这个是真没有人能帮他 就是我甚至听不出他们沟通有问题 我听得其实也 他说自己问题的时候 我甚至觉得有点发展在 我们怎么能 我们是get不到所谓 他们沟通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一直觉得GK的沟通是 没问题的 清晰冷静信息比较多 其实他们相对比其他队伍 这五个人在一起的时间 实际上是太久了 是 所以后续我觉得 他们自己既然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方向 也有自己这样的一个判断 有方向是好事 我们要相信他们 对GK只能有期许和祝福 无法有建议跟质疑 你知道吗 确实 好 那我们也期待他们后面的表现 也期待后面的下一场比赛 稍微休息 马上回来